你知道在愛情中 誰是獨立 永不屈服於愛情的女漢子嗎 俗稱斗S 金牛說好聽一點叫做獨立 講難聽一點叫獨裁 他們很懂得享受生活 該吃好吃的 該玩好玩的 他一樣都不會少 他的另一半當然也要一起 所以愛情中金牛的奴性 可以說不算高 反而無形間為了達成自己 對美好生活的要求 自然而然奴役了他人而不自知 所以有時候反而是 另外一半受不了了 爆炸了 因為金牛有他自己的tempo 有他自己的要求 而且還會把這當中的不美好 怪罪到對方身上 另外如果跟金牛在一起 你應該很難脾氣插禍小暴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比你更暴力 他們人如其名 會不斷地維持愛情 跟生活當中的平衡 愛情佔生活太多了 他就調一點到工作上去 如果工作太多了 愛情太少 他就調一點回來 當另外一半天馬行空的計劃未來 蜜月去哪裡 幾週年去哪裡的時候 天秤不會跟你沉溺其中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清醒啊 他會想著 等我們能撐到那個時候再說吧 很多天秤對愛情是謹慎的哦 他們覺得發展太快並不好 所以也會用自己的步調 踩刹車去調整對方的態度 天秤的外號也叫 鋼鐵人 就是鋼骨結構在裡面 想要他屈服跟你低頭 你門都沒有 你會先撞得自己滿頭包 不要開玩笑 天秤超硬的 OK 而且你硬 他就比你更硬 也不要以為可以硬碰硬 甚至你罵他 他也可以什麼話都不說 三天後直接收行李走人 你後面都無法挽回 射手絕對是按照自己生活節奏 來談戀愛的 不管對方多優秀 多差勁 他也不會為了迎合對方 去改變自己哦 這不是他們所關心的 因為他們只在乎 相處的過程開不開心 他們通常也會表現 很順從的樣子 但實際上 射手的原則是 你說你的 他不會反對 但是他也不會聽 他做他自己的 所以啊 就算另一半很認真地 給射手建議 什麼酒不要喝太多 這道菜不要這麼做 不管射手當下露出了 多認真的表情 去聽你說話 過不了多久 你會發現 他根本沒有聽進去 因為射手愛自由 他們的另一半 通常也會被圈養成 放風箏的高手了 畢竟 射手就是那種放在人群中 你會覺得他很順從 通勤達理 可是一旦跟他們相處了 就會發現他們是 很讓人頭痛的人 水瓶女分兩種 一種是 高智商 可以說得上是十二星座中 最不服從命令的人類了 通常他們也是 山霸王 女霸主 或者是 家裡的老大 戀愛中的他 絕對不會去控制 戀人該做什麼 他只希望自己的私人空間 先不要被打擾 有認識一位水瓶朋友 過年時 明明把男朋友帶回家見家人 關係也很穩定咯 但最後卻因為男朋友 過於介入自己的私生活 掐太緊也黏太緊 愛自由的水瓶受不了了 而想到的方法 就是跟對方對著幹 馬上分手 而且不要期望水瓶年紀增長後 就會奴性變強 並不會 而且他們越有能力 就會越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也有另外一種水瓶 他認定了 另一半智商比他高 那他就會言聽計從 是的 他們服從大師 對方念什麼他都會聽哦 要是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 所以你是哪種水瓶呢 摩羯是很甘願當邊緣人的星座 所以在愛情當中 他們是非常的保持自我 因為邊緣就可以保持自我 他們通常覺得 有時間腳踏實地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會被戀人的小心思迷的 不知如何是好 什麼送花啦送禮啦 對摩羯做是沒有用的 身邊就有摩羯朋友 因為交了男朋友 反而開始煩惱 自己的生活漸漸失去自我 他沒有辦法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還要時時報備 這讓他非常困擾 在一起越來越久 摩羯的奴性可能啦 有機會被慢慢地激發出來 畢竟一開始投入是激情嘛 當他們全心全意把自己放進去以後 就會開始處處為對方著想 不要忘了他們是幫助專家唷 天蠍座 不要看我們外表凶神惡殺 我哪有 這誰寫的腳本 他們沒戀愛前 也覺得自己怎麼可能變成愛情的奴隸 開什麼玩笑 殊不知墜入愛河之後 死得最慘的 就是天蠍座了 如果另一半想拼事業 他就願意在後面幫他打江山 把自己的事情都放下來了 無怨無悔的付出太多 而且又看起來非常的悲下 所以通常付出很多之後呢 還會被人家看不起 功成名舊後一腳踢開 真的天蠍你何苦呢 老師那誰是十二星座中的奴役高手 我覺得變動星座算是奴役高手 比如說你不在乎 就會讓別人開始跟著很在乎 或者是出去勒索 原來你對別人都這麼好啊 我馬上就開始對你好 我覺得變動星座非常會 淡淡的然後讓你跟著他走 你們覺得呢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